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斌 今天我们读这本《黄然路,火桃牙大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 现在这个费尔南多·佩索阿是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 这个作家也挺传奇的 他生前一个字都没发表过 他生前是一个会计 而且干了一辈子会计 你要说他对自己文字不在意吧 那也不是 他自己把自己文字整理成集子 包括这本《黄然路》也称为不安之书 还有这本《自觉之书》 都是他自己整理的 但是没用他的真名 没用他真面也就算了 他好几个这种假名 不是说换个名字这么简单 换个名字之后呢 他还换了个性格去写他的文字 还有个特点 他呢文字都特别短小 他不是一个那种写长篇大作的人 基本上呢就是这样一页 就是一篇 都是很短的 但是呢又会让你嚼着挺有劲 所以现在呢我就来给大家读一段 有一件事足以迷醉我 那就是活着 我好引自己流动的感受 但绝不会醉酒迷路 如果眼下到了回去干活的时间 走向办公室的我 恰如他人 如果眼下没有这回事 我就走到河边去看水流 再一次恰如他人 我不折不扣与他们雷同 但在这个雷同的后面 我偷偷把星星散布于自己个人的天空 在那里创造我的无限 这是一段啊 我再给你读一段 对我来说 陋世四壁既是监狱 也是遥远的地平线 既是卧榻 也是棺木 我最快乐的时候 是我既不思想 也不向往的时候 甚至没有梦的时候 我把自己失落在某种虚有所带来的麻木之中 生活的地表上 青苔生长 我品尝自己什么也不是的荒诞感 欲尝一种死亡和熄灭的滋味 却没有丝毫苦涩 我从来没有可以叫做主宰的人 没有基督为我而死 没有佛陀为我指出正性之道 在我梦幻的深处 没有太阳神阿波罗 或者智慧神雅典娜 在我面前出现 照亮我的灵魂 那今天先到这里 佩索娃不会只读一期 我以后也会读 包括卢米 我以后也会再读 那大家如果想看我读点什么的话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我都会读的 那就到这里结束了 明天见 开箭有意 拜拜